俗語說好奇心會殺死貓 山東組莊市一個十五歲少年 上星期四出於好奇心 想嘗試用舌頭舔鐵柱 看看會否黏住 就在涉事零下十六度的天氣下 親自身舌做實驗 大膽地舔路邊的鐵柱 結果舌頭被黏住 嚇到她狂喊救命 小年打電話給同事求救 但因為說話口齒不清 慘被對方咳嗽 幸好路邊的商店老闆 拿來一杯暖水 慢慢淋在鐵柱和少年調理 才結束一場虛敬 她說救我 老闆說勁子 勁子 然後說勁子 直接掛 以往外國都有年輕人 在寒冷天氣下身利舔鐵柱 結果被黏住 要用熱水解凍 過去俄羅斯亦有一隻狗 在零下十五度的低溫下 舔渠蓋上的食物 結果舌頭不慎被黏住 時間越久越黏越黏 幸好一個好心人 將隨身攜帶的礦泉水 慢慢淋在狗仔條舌上 並找來幫忙協助狗仔脫離困境